男人还得是有钱好 老婆女友无缝衔接 即便93岁的高龄 莫多克依然保持着越老越勇的风采 他的爱情故事仍在《黄昏》十分续写新篇章 提及莫多克 相信许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他是媒体巨头 根据2024年胡润全球亿万富翁榜 他的财富达到了1200亿人民币 在全球排名第107位 他被称为婚姻专家 每次结婚都合法合理 离婚时也会慷慨解囊 是个宽厚的好人 有趣的是 无论他的婚姻经历如何波折 财富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他和他的孩子手中 如今 已经93岁高龄的他迎来了第五次婚姻 再次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引发了广泛讨论 一个男人到了93岁会做什么 是茂蝶之年躺在养老院里 还是和爱妻侄子之手与子偕老 永远说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爱情的 93岁的传媒大亨莫多克给出的答案是 结婚 美国当地时间6月1日 邓文迪的前夫 93岁的传媒大亨莫多克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某个葡萄庄园 迎娶了他生命里的第五任妻子 俄罗斯生物学家埃琳娜 对方今年67岁 在官宣的婚礼现场的新人结婚照中 埃琳娜一袭白色礼服裙 手拿白色婚礼捧花 气质高雅 轻轻依偎在满脸布满了老年般的莫多克身边 幸福的气息环绕在二人周围 而促成他们相识相知相爱并走入婚姻殿堂的 恰好就是莫多克的第三任前妻 华裔女子邓文迪 不出意外的 邓文迪这个媒人 自然也高调出现在了莫多克新婚仪式的现场 出现在媒体镜头里的邓文迪 走路带风 意气风发 穿着碎花礼服裙 低调优雅 丝毫没有抢夺前夫莫多克的新婚爱妻 埃琳娜风头的意思 邓文迪之所以能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 即因为她的身份不只是莫多克的第三任前妻 更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埃琳娜的好闺蜜 或者更准确地说 邓文迪是埃琳娜女儿达莎的好闺蜜 要知道 自从搭上了莫多克这艘超级巨见 邓文迪交往的大多就都是社会顶级名流 这一点 哪怕在她与莫多克离婚之后 在她卸下莫多克正牌妻子的光环之后 也未曾改变 正是在这个莫多克关系网带来的名流圈子里 邓文迪长袖善舞 结交了埃琳娜的女儿达莎 达莎的身份可不简单 她就像是另一个版本的邓文迪 达莎的前夫是英超足球俱乐部切尔西的前老板 达莎的现任老公是希腊传王的孙子 当然 埃琳娜的过往情史 也绕不开富豪圈子 她的前夫也是个亿万富翁 所以一般富豪她根本不会抬眼瞧一下 反而是莫多克这种级别的 才能让她有所动心 莫多克与埃琳娜的相识 恰好是在邓文迪举办的一次私人聚会上 这里就必须要展开说一个细节了 邓文迪虽然与莫多克离了婚 但是通过两个女儿的桥梁关系 她可没少在孩子亲生父亲莫多克面前刷存在感 邓文迪可不是那种恋爱脑上头的怨妇 别看她离婚时在老谋深算的莫多克那里 几乎像是被扫地出门了一样 没捞到太多物质上的好处 可是在保证女儿利益的关键点上 邓文迪寸步不让 而两个女儿那几亿美金的成长教育基金 在孩子未成年之前 也是由她这个监护人来亲自管理的 所以说 抛开邓文迪步步算计的功利心不谈 她确实是个好妈妈 说回邓文迪给前夫莫多克 和自己的好闺蜜埃琳娜牵线的事 在那次聚会上 邓文迪凭直觉判定 眼前这个人淡如菊又模样端庄 气质闲净的世界知名女科学家 正是前夫莫多克晚年最需要 最欣赏的那类女子 于是邓文迪果断出击 怂恿埃琳娜大胆接受 自己的前夫莫多克的追求 93岁VS67岁 二十几岁的年龄差 到了男女晚年阶段 已经不算有代沟了 更何况 埃琳娜自己既有社会地位声望 又有钱 她不大可能是真的为了 从莫多克那里分成巨额财富 而与其成婚 这也就让小气的莫多克 最终放下了心理的戒备 为此 二人早在今年三月份 就对外官宣了 他们要在今年六月份 举办婚礼的消息 直到那时 人们才发现 邓文迪是前夫莫多克 新婚背后的操牌手 她还是那个 在名利场上冲锋陷阵 精于算计的新妻女邓文迪 凭借把自己的闺蜜 嫁给前夫的好手段 邓文迪不仅没有被莫多克 打入冷宫 俨然还成了 这对新婚夫妻面前的 红人和新宠 有了这层亲密关系 未来想依靠 莫多克或她的新婚妻子 拿到点新的人脉 或者为自己的两个女儿 谋取新的权益的时候 邓文迪显然会更有话语权了 美点忍辱负重 百折不挠 大智若愚的心机 一般格局的女人 还真做不到邓文迪 这种无私望我的境界 曾在2023年3月 莫多克曾与安·莱斯利·史密斯 擦出爱的火花 一度传出订婚喜讯 然而 由于个人因素 他们的爱情故事 并未按预想发展 遗憾地 未能走进婚姻的圣殿 回顾起来 当莫多克宣布 与安·莱斯利·史密斯 步入第五次婚姻时说的话 不免有点好笑 他曾坦言 对这段关系既紧张又恐惧 但他坚信 这将是他人生的 最后一次深情告白 史密斯小姐在他心中 是上天赐予的完美礼物 那时的表白 如今看来 充满了温馨的自嘲 与坚定的爱情信念 网友被莫多克的话语触动 尽管婚姻多变 但他始终保持清白 这种无声的负责态度 怎能不令人敬佩 一场浪漫的开端 转瞬成为空谈 短短几周内 订婚的誓言被悄然撤销 据工作人员透露 早在去年夏天 埃琳娜·朱科娃与神秘男友 已悄悄走进彼此的生活 频繁约会的情景 曾是公开的秘密 尽管67岁的埃琳娜·朱科娃 看似频繁 实则是一位享有盛誉的 退休分子生物学家 他们的恋情故事中 两位年龄与专业背景 截然不同的人物 一个科学界太陡 一个步入晚年的女性 由于家人始终在旁 见证了他们的相处 显然对此持开放态度 那么究竟是何种机缘 让他们跨越了近30年的差距 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呢 这段不寻常的缘分背后 定有一段动人家话 牵线搭桥的神秘人物 是传媒巨头莫多克的前妻邓文迪 以及朱科娃的掌上明珠达沙 朱科娃的离婚丈夫 达沙的亲生父亲 曾是享誉盛名的石油交易界人士 尽管父母关系已告一段落 但他们与女儿间的亲情纽带始终如一 如今 莫多克尽管莫多克的传统作风 可能让人揣测他的极限 但2022年6月的情感波折 揭示了一段转折 他们的分手源于对子女的考量 家族的事业早已被传到 莫多克的长子手中 无论莫多克结婚 离婚多少次 他的那些前妻们 在与他的离婚官司中 都没有在财产分割上 占到任何便宜